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大农业化学系教授许正一 许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许教授也是台大土壤调查与整治研究室的指导教授 首先我们就要来请教一下教授 我们在谈这个土壤问题之前 当然要先认识一下土壤 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土的触感其实是湿湿软软的 不过也有人觉得说刺刺的甚至会痛 里头可能有一些是有颗粒状的 我们要请教老师的是 这些都是称之为所谓的土壤吗 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些都是土壤 只是说颗粒的大小 它是小于0.2公分以下的颗粒 就可以称之为土壤 这些土壤就是基本上都是从 岩石矿物慢慢风化所形成的 老师刚刚也带出了一个数字 就是0.2公分 这就是土壤的定义 是的 是它的直径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数字叫做30 这跟土壤有什么关系 这个30公分是目前科学家调查全世界的土壤 认为可能最厚的土壤可以到达30公尺 这么深的土壤 因为基本上我们知道这个土壤 就是地球的皮肤 犹如这颗足球上面贴着薄薄的这一层油票一样 再一个关键数字是10 这个10又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把一个很肥沃的土壤 一把手抓起来 这一把肥沃的土壤 它里面可能拥有的这个维生物的是数量 可能就高达10亿个这么多 有10亿个维生物 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土壤的这些关键数字 就可以知道土壤其实对我们的生活真的非常的重要 台湾的农业科技大家有目共睹 科技的辅助之外 很重要就是台湾的土壤 比如说老师今天也带了两种经济作物 对不对 我们先讲洋葱好了 必须要在排水量好 然后质地不能太粘的壤质地 有机质又要多的这种环境 像恒春车城一带 都是因为这样的土壤 那当然再加上它的气候 所以它的品质是最好的 所以为什么说有一些地方会有特产 或者说当地的农作物会出名 原来都是跟土壤有很密切的关系 对 所以我们叫做土壤 那茶叶的部分呢 茶叶在我们这个所谓土壤学 跟植物营养学上面 它是一个喜欢酸性 吸收铝浓度特别高的农作物 很多红土台地上面的这些土壤 都是具有这样的特性 桃园台地 扬美台地 乃至于八卦山 还有东部的鹿野 五鹤 这些都是这一类型的红土 所以如果我们从蔬果上面 有一些是买到的是那种带土的 老师从那个土上面 您可以知道它的产地吗 大概是我的职业病 或者是说长期跟土壤接触 真厉害 所以这个陪太太到传统 特别是到传统市场 有时候我就会注意到说 像特别是根菜类的 它有时候沾连的土壤 就会让我联想到说 它的产地可能是哪里 比如说这个白萝卜 上面沾了这些红土 台北附近有红土的 不外乎最近的就是林口台地 可是林口新市镇的开发 它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农地的 那当然最近的就是桃园的农地 所以就会让我联想说 这个白萝卜可能产地 是从桃园来的 那个红萝卜也是一样 它沾连的这是灰色的土壤 那我们假设 如果今天你是住在桃园 那你到太太市场买到的 却是这种沾了灰色土壤的红萝卜 这个可能不是桃园种出来的 我先强调的是 左边这两个土壤实验室分析方便 所以要把它均质化是磨过的 这个两个是磨过的 是的 但是这个红色的旁边 是它在田间原来的土壤构造 它的圆形就对了 而且干燥的时候会变得非常的坚硬 可能还比某些石头还要硬 红土在全世界可以讲 它是一个最老的类型的土壤 原来如此 那么讲到这里 我们要先来看一个袋子 我们刚刚提到了台湾的农业科技 真的是非常厉害 那么近几年来就有农业专家 引进的是水稻强化栽培系统来种田 那么本来水稻顾名思义 就是需要比较大量的一个水源 不过现在比较新的一个方法 说是干湿交替 因为就去改变土壤当中 有关于空气跟水之间的比例 那么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说是可以降低成本大概一到两成 但是反而米的品质会提升 再者就是可以降低施肥的必要性 对土壤更为友善 我们就来看看这则报道 花啦啦的水流灌溉着稻田 一边嫁入淡黄色益生菌 种到35年了 农民陈胜雄一改过去的栽种方式 尝试使用SRI 也就是水稻强化栽培系统来种田 未来可能会帮助我们台湾农民 来解决这个肥料 用的次数会比较减少 SRI准则是三多四少 多有机多晒田多中庚 还有少苗少肥少药和少水 不同于以往看到的水田 少水的田地中间会有些像是干裂的缝隙 因为要让根部吸收空气中的养分 我们可以透过微生物 跟这个土壤之间的互动 来使得这个稻杆的这个残株 能够达到腐化的这个效果 那取代过去农民燃烧 这个稻草的这个习惯 不烧稻草了可以减少空气污染 益生菌的使用提高土壤中 有机质的分解和利用 减少化肥施放量 也让稻子长得更好 不容易倒幅 一般米价格在台一斤50元 SRI种出的米则能外销到日本 一斤可卖到222元 同样积极推动农业管理的平科大 目前整合其不同科技 以跨领域方式做教学 我们未来是希望能够透过 这样的影像资料跟光谱资料 去做水道营养状态的监测 利用卫星定位系统达到精准定位 空拍机拍下的照片可以一旦 含量多寡转换成不同颜色的图片 在这座莲物园里可以看到满地都是杂草 不过这可不是因为老板懒惰不除草 这是所谓的草生栽培 留下多年的草可以让土壤的透气性比较好 有机质也会比较多 如此一来 远武的植株就会长得更壮 透过栽培技术和新品种的培育 更是要种出甜美漂亮的果实 的确台湾有很多地方都是产豪米 比如说池上米 大家都会说那是因为池上的水值好 殊不知其实土壤也扮演很重要的关键角色 是吗 池上或者是东部这些地方 基本上因为它的土壤里面的矿物质含量 比较多 这个矿物质主要是因为形成土壤的 它的原来的原始是所谓的片岩 那之所以叫做片岩 没错就是说它在变子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它的外观像一片一片一片的 但是因为变子岩主要是说 当你去破碎它的时候 列出一小片一小片才叫片岩 台湾可以说是一个土壤丰富度 奇异度世界之冠的这种土壤的天堂 因为台湾就在板块的交界带 所以有那个很年轻 也有那个很老的类型的这种地质条件 然后你想想看 在我们这个东西很宽只有100公里 可是我们的玉山高达将近4公里 将近4公里 4000公尺 所以就坡度大 所以地形复杂 坡度又大 然后气候又多变 因为南北像短短的300多公里 这个雨量气温差异非常大 所以当然就造就了各式各样的土壤 就是像我们桃园地区的红土 包括从林口台地开始 根据我们的推测 林口台地的红土 可以讲是全台湾最老的土壤 它可能形成的年纪已经是大概80万年左右 我们知道桃园是我们台湾的农业大县 所以主要生产的农作物当然是稻米 稻米就要灌水 长时间可能是几百年下来 红土干湿交替 有时候灌水 有时候排水 于是就会形成我们在学术上讲的 所谓的铁网纹 这种很特殊的这种土壤 所以这个外观上来讲 我们常常跟一般民众讲说 它的外观就长得像五花肉一样 五花肉 瘦肉就是说红色的氧化铁 特别浓缩的地方 那么白色的地方就是铁还原 吞色的 是肥肉的地方 对 那这个取出来之后 干燥非常非常的硬 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有公共工程 真的 我们有很多的公共工程 如果说经过桃园这些地区 要开挖的时候 就必须要特别去注意到 当它暴露在阳光底下 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硬 然后另外有一种是说叫做 大溪豆干 它的别好 这个应该是这么说 我们在学术上 土壤分类上叫做薄礁城 薄礁城 很薄薄的 交接在一起的层次 那就像画面上 宜兰大学蔡教授所提供给我们的 在野外剖面的照片 这些薄礁城在台湾 只有在我们中央沙漠 雪山沙漠 中北部特别宜兰的高山森林地区才有 所以各位观众可以从这个地方来看 因为它已经是形成一个铁盘 所以植物的根完全下不去 从侧面的这个角度去看这个薄礁城 它真的很薄 非常的硬 所以植物老是种不出来 根部如果钻进去的话 就死掉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个是辅饰的图 就是说根长到这个地方 它遇到这个铁盘 它只能匍匐前进 所以久了之后 你就会看到这些腐烂的根 分布在这个薄礁城的上缘 这个也是台湾非常非常特殊的 特殊的一个状况 是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说 听说植物它可以吸收 土壤当中的重金属 因此现在有人在说 是不是我们多种树 可以帮助这个土壤的恢复呢 有关这一点 我们马上回来再请教老师 请别走开 再见